就讲到这里 下面我们讲第七章 弹性的平面问题 弹性的平面问题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到现在为止 我们已经讲的内容 我们这个课呢 一共有十章的内容 我们到现在呢 讲完这节课以后呢 我们这个课是上完一半 讲完这以后呢 我们的课上完一半 前六章是一半 第一章呢 我们讲了一些 弹性力学的一些故事 一些历史 它的应用 它的各种各样的应用 在航空航天 在生物 在等等各个领域的应用 以及它发展的一个简单的历史 第二章呢 是我们讲了弹性 弹性力学的一些数学工具 也就是张量分析的 一些基本的概念 基本的方法 然后呢 接着我们讲了 应力分析 就是 根据这个物体内部 每一个微圆 它要平衡 每一个微圆的树立状态 由一个二阶的应力张量 来描述 这样的一个应力的理论 建立了应力的平衡方程 第四章呢 我们讲了 这个物体内部 这个每一个包园之间 每一个微圆之间 它们相对的运动 相对的变形 所满足的基本的规律 也就是我们每一点的变形呢 我们用二阶的张量 应变 应变张量来描述 讲了应变 它的协调方程 应变的协调方程 以及位移跟应变的关系 有几何关系 然后呢 讲完应力跟应变之后 我们就讲应力跟应变 它们之间是如何联系的 也就是所谓的平衡方程 就是平衡方程 也就是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呢 是我们讲了弹性力学的 十五个基本的方程 就是平衡方程 几何关系 本国关系 十五个方程 然后呢 第六章呢 就讲弹性力学 它的两种求解方法 以及相应的一些基本的原理 就是位移解法 应力解法 以及应力函数的方法 那么到现在为止 我们这个课程就讲了 基本上一半的内容 然后下面呢 第七章 第八章 第九章呢 是讲一些具体的 一些问题的求解 求解方法 第七章 主要讲平面问题 就是 把这个物体 问题呢 再简化到一个平面上来 一个平面应力 平面应变 它们的求解方法 从低卡尔度标系的求解方法 到极度标系的求解方法 然后这是一大类问题 一大章 然后呢 是重型感的问题 重型感它的扭转 它的变形 它的求解 然后是空间问题 空间问题 还有最后一章是能量方法 也就是现在我们还剩下四章要讲 那么下面我们开始讲第七章 就是平面问题 平面问题呢 是我们弹性力学里面的 求解问题里面的一个重点 就是因为三维的问题 我们很难用笔来求 就是解写的解很难得到 我们能够得到一些解呢 大部分都是一些平面的问题 或者一些助行感的问题 等等 我们这章呢 主要讲平面问题 然后下一章讲助行感的问题 我先讲平面问题 它的定义 它的分类 然后呢 讲平面问题 它的基本的求解方法 然后讲L应力函数 它的应用 然后直角坐标 机坐标 它分别下的 分别进行求解 然后周对称的问题 非对称的问题 等等 这是我们这一章的 基本的内容 也就是我们现在呢 我们弹性力学 我们用这样的15个 基本的场变量来描述 描述它的变形 它的应力 这15个场变量呢 就是6个应力分量 6个应变分量 和3个位移分量 那么它们呢 都是空间坐标的函数 对于净力学问题来讲 它们跟时间没有关系 就这里面没有时间 它是净力学问题 然后呢 我们讲两种解的方法 一种呢 是用位移 作为基本的场变量 一种呢 是用应力 作为基本的场变量 到了平面问题里面 我们还是用这两种求解方法 一种是用位移 一种是用应力 作为基本的场变量 来求解 也就是所谓的位移解法 和应力解法 在位移解法里面 对于三位的问题呢 我们简化成这样的一个 椭圆形的二阶的微分方程 是这样的一个方程 是LN方程 拉梅 纳维尔方程 对于应力呢 我们用这样六个方程来描述 描述 一个三个应力的平衡方程 和三个 就是比尔塔拉米 密西尔方程 就应力表示的协调方程 如果你用应力函数的方法呢 就是应力平衡方程呢 自动得到满足 那么这样的BN方程呢 就剩下三个 这样的思路呢 就是把我们的场变量的个数呢 尽可能减少 减少 现在我们能减少到最低的限度 是三个 但是注意这三个 它们还是椭圆形的二阶的微分方程 椭圆形二阶的微分方程 我们求解析解 仍然是非常非常困难的 只有很少量的一些问题 我们能够导到它的解析解 因此呢 我们希望呢 对于大量的工程问题呢 我们看看能不能再一次进行简化 把场面量呢 再进行减少 那么它基本方法呢 就是说我们在很多问题里面 比方说这样的一个墙 或者像一个桌子 等等 它呢 都有一些基本的规律 所谓基本的规律呢 就是说 它往往呢 有一个方向的特征尺寸 非常大 或者是在某一个方向 特征尺寸呢 非常小 我们 对于这样的问题呢 我们就可以呢 把它简化成什么呢 简化成一个平面的问题 你要这样一个墙面 一个墙面 这个墙面呢 它的厚度 一般来讲 得远远的小于这个墙的高度 和它的宽度 而且这个墙呢 它收到的载荷呢 一般来都是 这个墙面内的载荷 很少收到这样的一个 外面的一个推特的载荷 其实有这样的载荷 而相对来讲也是比较小的 因此我们就可以把这张墙呢 看成就在这样的平面来求解 就是这样的一个结构呢 它的一个方向的特征尺寸 非常小 那么还有一个结构呢 就是这样一个特征尺 它的一个特征尺寸呢 非常非常大 比方说我们 很多暖气 暖气的管道 或者化工上的很多管道 埋在地上 它可能上公里 几公里长 或者甚至几百公里 上千公里长 它非常长 它这个长度呢 比它的直径 比它这方向的特征尺寸呢 大很多 那么这个时候 而且它收入载荷呢 也是一个外部的这样的一个 面内的这样的载荷 就是沿着横接面方向的载荷 那么这是两个问题 对于这类问题呢 我们都可以把它简化成平面问题 平面问题呢 我们一般的情况来讲 最常用的 最常考虑的问题呢 一个是平面应变问题 一个是平面 平面应变问题 一个是平面应变问题 平面应变问题呢 就是刚才讲的 一个方向特征尺寸 非常长 然后呢 它受这样的横向的载荷 比方说一个 一个大坝 一个大坝呢 它的长度呢 非常长 它两端呢 两端背两个大山顶着 那么它的变形呢 旁边主要是受那个水的压力 这样一个结构 那么你就可以把它呢 很好的简化成一个平面的问题 那平面应变问题呢 就是刚才我们说一种 类似这种强的结构 一方向特征尺寸呢 非常薄 但是呢 我们后面会证明 平面应变问题 它从理论上讲呢 它是严格的 它是可以自洽的 就是完备的 就是它这些结之间 这些方程之间呢 不会出现成矛盾 不会打架 但是平面应利问题 平面应利问题 大部分的平面应利问题呢 它是不自洽的 不完备的 或者是它们各个方程之间呢 不能够严格得到满足 在一定的范围之内 它们有一定的冲突 究竟如何冲突呢 我们后面再讲 因此呢 我们引入广义的平面应利问题 广义的平面应利问题 还有呢 广义的平面应变问题 就是这两类问题呢 就是说 它们不能够完全的满足平面应变 或者平面应利 它的基本的严格的定义 但是呢 它们又能够近似的 按照上述这样的一些方法 来进行求解 归为广义平面应变 广义平面应利 它的准确定义呢 我们下面再讲 我们先看平面应变问题 平面应变问题 平面应变问题呢 这个例子非常多 你用这样的一个管道 就刚才说的化工 化工容器或者一个管道 那么这样一个管道呢 它的主要载荷呢 是内部的压力 内部有高温 或者高压的这样的液体 或者气体 然后呢 它两端呢 它可以认为它是约束死的 你像这么一个 这么一个 一个大的压力容器 这么压力容器 它们之间呢 传输这样的液体 或者是这样一个管道 埋在地底下 它很长 很长的结果呢 就是它 它的轴向 它沿着轴向呢 它很难运动 很难变形 它都约束死了 钢轨 钢轨呢 它铺在地上 它也很长 它也是固定死的 它很难 很难的这样的一个 发生轴向的这样的变形 变形相对来讲很小 这一个大坝 大坝呢 两端呢 它这是一个水库 水库呢 对这样的大坝呢 有压力 然后它两端呢 可能是山体 或者是其他的 把它固定死的 那么这样的问题呢 都可以看成是 平面硬变问题 还有防粮 我们这种 这样一个防粮 很多呢 就看成 可以看成一个 平面硬变问题 这个防粮不行 你放在一个墙上 就这个因为它弯曲了 还有其他的行用 比方说这是 一种符合材料 比方说这种树 树干 那么里面呢 这是一些 圆形的一些纤维 纤维 当这个这样一个符合材料 它承受这样的 面外的载荷的情况下呢 我们很多情况下 可以把它看成 是平面硬变问题 进行固定 我们利用一些 习惯力学的 比方爱手比张亮 可以把它 这些每一个夹杂 它的硬变可以求解出来 好 这是平面硬变问题的一些例子 我们根据这些例子 我们就可以总结出来 平面硬变 它所 有的一些基本的假设 我们回想刚才的例子 第一个假设呢 是 它是一个 几何上来讲呢 是一个 是一个柱形体 是一个柱形体 它 它长度呢 很长 而且它的横尖面 它的横尖面 沿着长度方向 是不变的 管道 钢轨 大坝 它的横尖面呢 基本上沿着长度方向 是均匀的 是不变化的 然后它的横尖面 沿着这样的长度方向 保持不变 而且呢 它的长度 其轴向的尺寸 跟横尖面相比 大得很多 轴向尺寸呢 用大L来表示 这横向的横尖面 它的最大的特能尺寸呢 我们用R Max 来表示 那么这个长度 远远的大于 横尖面的最大的尺寸 这是第一个假设 就是它是一个 均匀的 很长的这样一个柱形的结构 第二个假设呢 或者第二个条件呢 它是承受面内的载荷 所以面内载荷呢 就是它的横尖面 面内 把这个柱形结构呢 拿横尖面切开 它所有的载荷都在横尖面内 就是这样的一个 一个柱体 它所受的载荷呢 每一点上 每一点上 所受的载荷呢 它是都是沿着这横尖面的 在横尖面内部的 不能够产生 这个外力呢 产生轴向的分离 好 我们休息五分钟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